好,我们开始,每日一句 这一次的主题是 交通有关的话题 大家不久的将来 如果有去日本的机会的话 一定会用到 电车,巴士,新康船那些东西嘛 那大家喜欢搭巴士吗? 有些人会怕 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坐 还有下车 或者是要怎么样确定要去的地方等等 但是呢,如果你修炼会用的时候 就发现,它很好的工具 很方便 好,那现在我们就是 有一点暖身的练习 就是一句一句的来熟悉一下 关于交通有关的句子 はい,第一个 バスが来たら 手を上げてバスを止める バスが来たら 公车来了的话呢 怎么样 手を上げて 举手就是手を上げる 再来呢 バスを止める 就是让公车停靠 停下来 所以,上げる 对不起 止める是自动词、他动词那一个 他动词啊 好像是有一点 我用我的力量 把公车停下来 那种感觉 这是他动词的说法 也确实是对的 就是你举手的时候 就是手举起来 バスを止める 这个动作已经有一个 控制这个公车的力量 那现在我们需要 学到这个动作吗 不一定 不一定 通常公车会有那个公车站 他固定会停下来 当你 当那个司机 看到你在 这个 转运站 或是公车的那个站的时候 他自己会停下来 问你要不要打 是这样子吗 所以不需要 像台湾那样 就是跑到路边那样子 挥手 不需要 好,再来哦 前から乘る場合 と 後ろから乘る場合 がある 公车会有前面 还有后面 两个门 那要从哪边打呢 前から乘る場合 就是从前门上车 还有呢 後ろから乘る場合 从后门上车 都有可能的 最好的方法 就是可以跟着 那些上车的人的 后面这样子 就安全了 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 因为通常是 从前面打车啦 然后呢 下车的时候 从后面 但是也不一定 所以就是可以 看着别人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那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 等到台门的时候 就稍微问一下司机 说 ここから乘っていいですか ここから乘っていいですか 我可以从这里上车吗 最简单的说法 已经会通了 所以呢 可以用这样子 简单的日语 来问就好了 好 再来 乘ったら 取票代表什么呢 就是表示 你从哪一个站 上车的 那再来你上车之后呢 在前面会看到 你取到几号的 这个号码牌 你的费用是多少 它会显示出来的 所以 这个是最一般传统的 一个公车的 那个搭车 还有计算费用的方式 所以可以稍微修炼一下 那如果你不知道 因为有一些是 一律料金 意思是一律费用 你从哪里 搭车 都是费用 是一样的 因为有一些时候 会混乱 那就问 司机就可以吗 你要怎么问呢 是这样子问 好 那再来下一句 東京都内のバス代は一律 刚刚我讲的 这个要点出现了 東京都内のバス代は一律 バス代意思是费用 バス代或是バス料金 都有可能会用到 一律 就是 以律 意思是 同一费用 不管从哪边 上车 都是付同样的费用 这样计算比较单纯一点 OK 好 再来哟 我们看 下一排 电車 昔は券売機で 切符を買った 券売機 有一个 券売機这样的地方 然后呢 切符を買った 就是去那边买票 意思是可能 就是窗口那边 会有人 然后你告诉他 从哪里到哪里的 那个车票 这样子 虽然现在已经 也有 但是呢 现在很多地方就是 自动贩売機 自动贩売機 那样的购票的方式 你可以先看清 上面的那个路线图 然后你要找到 你要去的地方 那就是购买 那个费用的 车票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也是比较 推荐用 交通系的 IC卡 像所谓的 水卡 还有 PASMO 之类的 那个就很方便 先处置 就不用思考 我要去哪里 要付多少钱 等等的事情 好 再来 急いでいるときに 並んで買うのは 大変だった 急いでいるとき 就是 赶时间的时候 並んで買う 就是 排队来买 是大変だった 很辛苦的事情 他是在讲一些 他的回忆吧 那现在当然 也有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可以学习到的 一个句子 急いでいるとき 就是 很赶的 赶时间的时候 那还有没有 其他的说法呢 当然有 你也可以说 時間がないときに 或者是 もうすぐ 電車が来るときに 就是 电车即将要 到站的时候 是这样的意思 好 再来下一句 最近は ICカードに 入金して 使う人が多い 刚才我提的 コーツケ ICカード 这个用词出现了 ICカード 入金して 使う 入金 就是 所谓的 价值 的意思 入金 那其实 入金 这个词以外 我们也常常在那边 看到是 チャージ チャージ 这个词 チャージ 也是 除止 的意思 好 再来 自動チャージ にすると とても楽 自動チャージ 你看 自動加值 とても楽 非常的方便 楽 就是 轻松 或是 方便 意思是 不会花太多的 时间 或是 费力 的意思 再来下一句 スマホに ICカードを取り込んで 使える スマホに ICカードを取り込んで 使える 取り込む 就是 取 然后 放入 意思是 把这个 ICカード的功能 引入 或是 倒入 在スマホ里头 中文翻译成 翻译起来的话呢 这边有提到 绑定 所谓的 绑定 的意思 好 再来 地下鉄と新幹線も 乗り方は同じ 地下铁 或是 新幹線 也是 乗り方は同じ 搭车的方式 是相同的 的意思 OK 好 那我们看看 第二排的内容 是这个样子 那 以上就是 前半段的说明 那我们后面呢 一起看 三四五行 这三行的内容 要一起学习看看 呢